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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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花点时间来 谈谈台湾司法的乱象 谈司法的乱象 这个话题 一年365天或366天 一天24小时 谈个十年也谈不完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要来谈的520前后 蔡英文的论文门 要面临一连串的开庭 而且呢 我敢打包票 520之后 精彩可奇 大家应该会在台北地方法院 或高等法院看到 经常看到蔡英文的身影 这话怎么说啊 台湾呢 所有卸任的总统 没有一个可以自外于上法庭 连马英九呢 卸任之后都出庭 两三次 所以没有一个人 那阿扁更不用讲了 坐牢一坐坐六年 李登辉也是一样啊 他们通通都没有办法自外于司法 出庭有很多可能性啊 一个是自己要告人他要出庭 一个是被告他要出庭 另外一个就是证人他也得出庭啊 所以未来呢 宇宙真心学院的同学们 你会看到一个两眼无神 眼带快掉到下巴的蔡英文 会在520之后 经常跑法院 而且我们在宇宙真心学院的海外同学们 现在正在设计 怎么样呢 让蔡英文呢可以跑跑国外的法院 让她呢 学习怎么用这个zoom meeting 出一些海外的庭 这个呢 不是我在做的啊 这条海外线呢 有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海外部的主任正在进行 海外要怎么样的串联在一起 让蔡英文行舟上高摊 好今天啊 我们先来谈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的标题 你看就流鼻血了 所以啊 大家呢 稍微忍耐一下啊 这标题叫做 台南市政府议长会选案 议长邱莉莉等时被告均或判无罪 光这个标题啊 我觉得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法院给拆了啊 我先不要讲邱莉莉 我也不知道邱莉莉到底怎么样啊 我也不管说 是不是被冤枉的啊 或者是这细节到底怎么回事 我只问一个问题 台湾有22个议会 22个议长 22个副议长 只要稍微懂一点台湾政治的 不管是你是媒体人 或者是你在社会上有一些朋友 有哪一个议会的县市议长 没有会选 请你告诉我 一个就好 台湾的22个县市议会的议长 副议长选举 有哪一个议会 没有金钱的往来 这个我想跑过新闻的 这个政治线的媒体朋友们 你只要回答我一个就好了 台北高雄新北无一例外 这就是台湾实施这个民主投票制度 总统直选地方议会选举这三四十年来 最大最大的毒瘤 就是地方县市议会 从来没有停止过买票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有人被抓有人没被抓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有人被抖出来 有人没被抖出来 差别在哪里 有人有党政 有人没党政 但是他们都一样 通通都会选没有例外的 你说彭P你证据在哪里 对确实我没有办法拿直接证据 但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问的问题嘛 你告诉我哪一个地方政府议长的选举 没有牵涉到金钱交易 黑影床床也是常有的 但是不是每一个县市议会都黑影床床 但是没有一个议会的政府议长 不涉及钱的交易 直接的间接的交换的利益 通通都不可免 我只问一个人性的基本问题 因为日本政府议长 如果正能够选择 很轻松 就是应该选择 脸之为 这个保护的高架 选择 到处乎 这个位置 在一个个到处 就當選的 低於三成 買票買多買少的差別而已 買核心還是買撒大錢 綁小莊還是綁大莊 是期約還是付現 是交換利益 還是新台幣解決 差別在這裡 好 那這些選了半天的縣市議員 動輒花個5000萬以上 包括買票包括文宣這些弄有的沒的 當上以後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選的好辛苦 每個人都想要更上一層樓那請問你 議長怎麼來的 副議長怎麼來的 誰要選你 沒有人要選你每個人要投自己 那最後怎麼拱出來呢 國民黨拱一個民進黨拱一個民眾黨反正什麼什麼清黨新民黨 就是說你至少要掌握個五票八票你才可以去跟別人交換條件 然後劃扒拉肯 看誰呢比較有實力 最後要投票呢 大家想想說奇怪了 我也是 花個三五千萬買 票買出來的議員 我憑什麼要支持你 我投廢票不行嗎 來了 這個時候 新台幣就出來講話了 所以呢 台灣的縣市議長這個等級 你要告訴我有人不買票 就我一個 二三十年的資深記者 我 打死都不會相信 那我剛剛講過嘛 差別在於有黨證沒黨證 有判刑沒判刑 有抓到沒抓到就這樣而已 那台南市的這個 議會的政府議長選舉比較特別的是 證據很齊全 來我們來看看這個新聞是怎麼說的 台南地檢署偵辦政府議長會選案認定 民進黨前中指委郭再青 民進黨政府議長邱莉莉林智展 密謀以每票至少1000萬 利誘恐嚇的方式 包括以手筆7 7是什麼 7是要開槍 如果不從甚至被半路帶上車 搬出台南市長黃偉哲承諾 政治利益可分配等方式 要求特定議員投票支持 邱莉莉林智展 台南地方法院今天下午宣判 台南市議會議長邱莉莉等實名被告 均 獲判 無罪 好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檢察官這個檢察官還算蠻帶種的 但是我覺得這檢察官大概已經被調到澎湖去唱綠島小夜區 調到綠島綠島沒有 印還地沒有 調到澎湖 調到那個 地震最頻繁的地方我不知道 反正這些人 一定會倒大煤 好 這個檢察官是什麼呢 他以期約會選 妨害選舉 未遂恐嚇等這些罪嫌起訴10個人 其中邱莉莉林智展 就是政府議長郭再青 就是88槍擊案很多案子 都會很熟悉這個名字 民進黨的一個金主 再來 台南市的余會理事長林世傑 台南市五黨團結聯盟的顧問楊志強 五黨籍的市議員黃立昭 國民黨市議員李文俊跟友人黃怡平 國民黨的市議員李政國跟妻子高梅先等10個人被起訴 只有10個嗎 至少50個啦 所以這種案子 就是選擇性的抓一些人出來起訴 最後選擇性的辦一些人 但是像這個10個全身而退的 真的還不多 台南地檢署要不要再上訴呢 我們就來看看吧 看他承受的壓力 到什麼程度 好 首先呢 這個案子啊 我還沒有看到判決書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這個審判長是誰 那這些人應該把他名字好好的給這個貼出來 大家搜一搜看看 他是不是有收過襯衫呢 有沒有吃這個魚吃鮑魚燕啦 諸如此類 好 這個台南市的地方法院在審理的時候說 這個政府議長邱莉莉林智展 他要民進黨的前中常委 郭再卿等10個人 都無罪 因為 律師團呢 認為這個案子是政治的換票 沒有施政證明邱莉莉這些涉嫌會選 司法不應該介入政治事件 你知道這些律師團是誰嗎 裡面包括了 啊 這是我剛剛講過的 我們的我們的那個就是台北地檢署前檢察長 還包括了台北地檢署的 高等法院的什麼檢察長啊法官呢這些全部退下來以後 一缸子還有特徵組的 全部當了這幾個案子的 訴訟代理人 那 這些人扮演門生的角色我也不會意外 不過 出來喬這個案子的人肯定層級更高 好 你光看這個案子你說10個會選得通通無罪 看你就覺得也不用搞細節了吧 我只能說 台灣 22個議長 22個副議長 有哪一個跳出來告訴我 或者明天呢 呃 寫寫個信或打個電話到政經傳媒說 來彭P你講錯了 我就沒有會選 我征求任何一个地方县市议会 议长副议长 公开站出来说 我没有会选 那如果呢 我们可以地方上 或者地方议员打听一下 如果你真的没有会选 我还真跟你磕个头 答案是这几十年来 没有一个人例外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 谢龙建 这个台南的在地的地头蛇 龙建兄 他在脸书上贴了一篇文章 台南市政府议长会选案 台南地检署起诉了 前民进党中指挥郭再卿 民进党政府议长 邱莉莉跟林志展 以每票至少1000万元 加上保障议员跑票 如果未来落选的薪资 还有便宜购入房产等条件 威胁利用 甚至搬出可以找黄伟哲做保 好 好 我要这样讲不是只有黄伟哲 各县市的市长都介入政府议长的选举 为什么 如果政府议长跟市长是自己人 那这个市长未来四年呢就轻松过关了 如果这个议长跟这个市长是作对的 那这一长倒大没了 简单的讲就是说 呃行政院长啊 跟这个呃总统是民进党的 那么国会议长是韩国瑜 好 副议长呢 好 这也是民国民党吧 反正就是呃自己人的话那日子就好过 如果是敌对的 那那那你你的你的日子就会非常非常的难过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地方的县市议长就一定要绑装 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县市议员呢 能够跟自己是同党的或者自己的人 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立法院长韩国瑜副理事长江启臣啊 那立法院长副院长好 那接下来卓榮泰就会很难过 政立军就很难过 各部位的部长就很难过 如果今天瞧出来的结果 国会的正副龙头 都是民进党可以掌控的人 我可以相信了 韩国瑜买不动了 啊然后 呃江启臣啊也是买不动的 所以民进党在未来四年你就搓了蛋 可是台南市呢 如果你是黄伟哲啊 你要不要想办法瞧一下啊 让这个邱莉莉 林志展欠你人情啊 虽然你们是同党的 但是同党也有不同派系啊 让他欠你人情 接下来呢 好办事嘛 所以黄伟哲你们介入 我要讲啊 他不介入才有鬼啦 对不对 他是我台大农推系的学弟嘛 我当然不知道他怎么介入 我就讲我不针对他啊 台湾所有的县市 市长没有介入县市议长选举才有鬼啊 白天见鬼啦 来进入广告 回来我们来看看谢龙界的分析 就没想到在开拍以后 我一直NG 我起码NG超过十次以上 咔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就是导演导播 他就说 你知道这个角色有很多人要演 你知道我当时非常非常的窘迫 这个可以做 但是呢我们的单一次大概要抓十万个 我说十万个 我说我一千个对我来讲都很多 大量的 这个库存放何学你就不用坐在家里了 真的 我想我还要哪里放库存啊 艾文芒果是夏天不能错过的热带水果 皮薄多汁 果肉甜香 来自南台湾今年夏天的第一批产季 搭配冰品甜点更是一绝 三公斤装只要999元 低头渗出果胶 表皮黑点都是正常现象 代表已经熟成甜度正好 尚未成熟的芒果 建议常温放置 带外皮渐软就能食用哦 好 Glorny 九度 最后赞 一亏 五张 三 六 一 三 二 有点 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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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票跟買票有什麼不一樣 你告訴我嘛 你換票是什麼是票換票嗎換什麼票啊 你們 你們都在選政府議長 那誰跟誰換票啊不是你死就我活 割喉戰這什麼換票的 對不對又不是說 呃有什麼其他的位置可以交換 那請問你 錢 貨幣 不是只有紙鈔才叫貨幣 鑽石美金期約官位 啊這個 襯衫 魚翅鮑魚燕 都是 有價的 物資 所以 什麼叫做這叫做換票不叫做買票 這我完全聽不懂 好 那麼謝龍介說 這是從無罪的判決看來台南地方法院一審買單了 這個這是換票不是買票的說法 對會選我向來深惡痛絕啊 這是謝龍介說的 包括我自己競選或者在黨部操縱選舉 操盤選舉任何涉及對 會選我向來深惡痛絕啊 他說 這個包括了 走路工 請客吃飯 或者30塊錢的 會選標準的人事物 都小心翼翼 我坦白說齁 龍介兄 你說 國民黨沒有會選 我一頭撞死我也不會相信 我說真的 不是我歧視國民黨也不是我歧視民進黨 是地方上選舉 這種縣市議員層次 要不稍微買點票 在選民的心目中這叫 模擬毛啦 沒人做人啦 好這就是 很多人拖我下去選舉幹嘛 從政我真的 真的我不希望 我一腳涉入政治之後 因為這樣子我上不了天堂 那根本就是不划算嘛 完全不划算啊 對不對 這個本益比啊 是 無限大呀 就是 或者是啊 你看如果本是 分母的話 那是趨近於零 如果本是分子的話 那是 那是 無限大 你的代價是什麼 你的代價是 你這一生啊 就因為這樣子 將來在審判的時候你上不了天堂啊 去當鬼啊 當一輩子的鬼 歷死鬼 對吧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是 這不是國民黨民進黨的問題 這是台灣地方政治生態的問題 政府議長選舉 地方議會選舉 不買票 喝西北風啊 好 謝龍介說 他說 查辦基層會選 查辦老百姓收理 是一個標準 辦到議長層級 辦到數百數千萬的案子 又是另一套標準 啊這個我同意 如果今天 碰到的是 地方上的 騎樓缸 你抓了吻死 你知道 我們在 震驚現實P的時候 我們還特別的 做過幾集 有那個原住民 因為會選案 有一個人 就是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除了 那 你 但是买票分成等级我钱给我的装脚叫他去打点请客吃饭这是一种买票 对不对我没有直接买一张一张票啊我就给一些什么村里长啦或者一些什么这个这个什么客家社团的总干事他有办法去聚集一群人 然后影响一些人 那我呢就送礼给他让他去帮我 他有什么方法我不管 这个是大都会非常常见的买票方式 另外这买票方式呢就是挨家挨户送钱到户啊 我跟大家分析我跟大家说一个我的例子好吧 我住在大安区天龙区要买票很难吧 而且我是天龙区中的天龙里 可是我也不要讲谁了某一次台北市长选举 这个里长呢竟然跑到我家来按电铃啊 然后带着那个呃什么选举的须知之类的 哎里长什么时候这么热情啊 跑来你家按电铃 然后跟你这个呃 发这个什么什么选举通知之类的 就这里长啊这里长我就讲好了 国民党籍啊 呃到我家按电铃 天龙区的天龙里的的的的豪宅啊 不是豪宅啊我家是那种旧公寓 你就可以把他在这一幕里面找到钓铃 打开在这一幕里面的稍微 我当 говорю 小事举 就我预讯 我应该是在一点点 所以是 嗯 对 我供应该是在一电视 这就是 我的天哪 真的 這個就是一種某種程度的套交情 他如果看到你是獨居老人啦 或者看起來是可以遊說的啦 這時候籌碼就會拿出來 這在地方上更是普遍 所以你要告訴我台灣的基層選舉沒有買票 我真的不相信 基層選舉的政府議長沒有買票 我真的 我真的很想 很希望台灣能夠有這麼一天 但是很困難啦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謝龍介怎麼說 他說我始終願意相信司法的獨立就像皇后的真操 台灣的司法如果比皇后的真操 這個皇后早就對郎兆已經不下20次了吧 這個皇后對隔壁老王遭貴殺蓋 對對面的老張都遭貴戚俄蓋 所以不要再用不要再侮辱皇后的真操 好嗎 因為 拿司法比喻皇后的真操 那是在嚴重侮辱皇后啊 因為皇后早就沒有真操 但是沒有壞到像司法這個樣子 我們再往下看 但是那麼離譜的判決 謝龍介說的實在很難不讓人聯想到 因為邱莉莉等人的黨政 真操皆堅持本身 把這個制裁分藏就有多的 但是很難為我們現在都沒辦法 然後再用這些地產 和他的制裁分藏 他們就是 因為我們對這麼大的案子都不講話了 相較之下 議長選舉會選算啥呀 我被通緝的這一連串的司法案件已經是國際事件了 為什麼是國際事件呢 如果不是國際事件 細節我就不講了 我會在美國待到現在嗎 這中間沒有國際人士 奔走處理 所以 大家都知道怎麼回事 台灣的司法官油然一手遮天 台灣的政治人物 最可悲的是在野黨 沒人坑氣 坑氣的人不多 這 不是很奇怪嗎 那今天這個 呃邱莉莉林大林智展 的競選台南市政府議長會選 這對於 熟悉地方層級選舉的謝榮季來講 你一定不會陌生吧 你看過的選舉 政府議長 從國民黨到民進黨有人不會選嗎 我們再往下看 他說更加懷疑的是因為賴清德准總統已經提前背書 放話自己連一竿被告的 卡層有幾基謀都知道 兩者 對於 馬上 然後 等於 他 很多人 面對即將現任蔡總統來說 八年前他首次就職演講 講到司法改革獲得最大掌聲 我們早就不提這件事了 因為他這八年 就是把司法践踏到腳底下 納維加成台灣史上司法最黑暗的八年 唯一沒有之一 敢把自己的表姐夫放到最高行政法院當院長 蔣介石都不敢 蔣介石都還拐彎抹角 他不敢這麼做 八年後一個視線強行廢死 一個換票不是買票 難道這就是蔡總統追求的歷史定位 徹底摧毀台灣人民對司法僅存的尊敬 台灣人民對司法還有僅存的尊敬嗎 我要問的是 台灣的在野黨除了會發發文青的泥南之外 你們抗爭了什麼 這就是台灣今天司法為什麼不長進的原因 因為 執政黨為所欲為 在野黨充耳不聞 甚至充當打手 這就是台灣今天最大的悲哀 進段廣告 講到司法 我就要來談談論文門在520之後 蔡同學蔡英文 你要不出庭都困難 馬上回來 就沒想到在開拍以後 我一直NG 我起碼NG超過10次以上 咖到最後一次的時候 就是導演導播 他就說 你知道這個角色有很多人要演 你知道我當時非常非常的窘迫 這個可以做 但是我們的單一次大概要抓10萬個 我說10萬個 我說我1000個都很多 這個褲唇放下去你就不用坐在家裡了 真的 我想我還要放哪裡放褲唇啊 自台灣拉拉山鮮嫩多汁的台灣國產紅玉水蜜桃 1500公尺高海拔栽種 加上日夜溫差種植出綿密豐厚與香甜噴汁的口感 風味與甜度不輸進口 購買後建議冷藏擺放一天甜度更好 她嘉然為我當然搖擺放一眼 酒鮮甜度更吃 這是我喜歡那餐 這是我喜歡大酒的 酒的酒的車子 就覺得我喜歡在哪邊 酒的酒吧 是可以選到的 酒 Twin熟的幻的 酒的酒杯 酒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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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g 我告什么 我告总统府的发言人张敦寒 在過去陸陸續續開了六七次庭 中間換了四個法官 怪事林也有 今年特別多 我就跟大家來細數 這個案子當中 蔡英文你一定跑不掉 你不管怎麼樣都跑不掉 這什麼案子呢 就在5月9號要開一個準備程序庭 是我告總統府的發言人張敦涵 這個案子很特別的是 法官把準備程序庭跟審理庭都定了 審理庭是定在5月22號 這是蠻罕見的 準備程序庭是5月9號 審理庭是5月22號 5月22號蔡同學已經卸任總統了 你找不到任何理由你不出庭 如果你敢不出庭 那我們就申請要求具體你 要不然就是通緝你 要不然就是沒收你的中華民國護照 比照辦理 好 那時候我們就可以來證明一下 法院到底是不是民進黨開的 首先呢 我們來看看張敦涵這個案子是什麼 我簡單的講 蔡英文在2019年的9月 告了我 先告林環牆賀德芬 再來不到10天後又告我 告了我之後 我做了兩個動作 一個呢就是立即回告蔡英文誣告 但是這個誣告案呢 我是用告發的方式 就是說用這個台北地檢署來處理這個案子 但果不其然台北地檢署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直接牽結 告發不起訴處分 另外一個案子呢 就是我告了總統府發言人 行事加重誹謗 為什麼 因為你告我的過程你就說我 反正我賀德芬老師 林環牆老師 就是基本上我們都被被詆毀嗎 說我們亂講什麼捏造 然後你告我的動作本身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防害名譽 所以我們就告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 防害名譽 這個案子呢 一開始還真的人模人樣的審理啊 我來念一下這時間的年表 我自己都記不得細節啦 所以我要慢慢的 跟宇宙正義圈的同學們來分享 重點在於 這幾個案子在520前後 一個5月9號 一個5月22號 都要開庭 而這每個案子都牽涉到蔡英文 所以宇宙正義圈的同學們 可以聚集到法庭 跟我在空中大家可以一起相會 好久不見了 在我還沒出國之前 論文門的案子 動輒幾百個人 旁聽 那個時候台灣的這個統獨之間 難得如此和諧 就是一邊是那種 這個統派 因為你怎麼知道統派 你就看他的那個旗幟就 另外一篇就獨派 兩邊旗幟分明 以前這些人碰到一起一定叫囂 可是獨獨論文門的案子 很難得喔 統派獨派 竟然其樂融融 在法庭一起看論文門的案子 一起為彭P加油 這不是很特別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台灣非常好的現象 消除藍綠 打破統獨 大家追求公平正義 我非常期望這樣子的場面能夠 繼續延續 所以我遲早會回台灣 大家不用擔心 我不可能在這邊 捧舞牧羊十三年 但是我回去 就一定要造成 不公不義的這一些政治人物 我要你們挫著蛋 就我一回去一定是要左右台灣的政局 一定是要影響這一些不公不義的惡觀 我才會回去 所以這個日子這個場景 這個陣仗的設定 在海外 我們已經有十八套劇本 陰影了 好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 這個我們告 張敦涵的加動誹謗罪的幾個日期 就是2019年的9月12號 總統府呢 用新聞稿 張敦涵你的新聞稿 提告彭文正 這個 2019年就是民國108年的12月9號 兩個月多 我就告了張敦涵防害民喻 而且告的是刑事案件 接著 哎 2019年12月9號 到了2020年的3月26號 第一次開庭 這個時候 這個張敦涵呢 他說他是防疫記者會 所以他沒有出庭 那我們出庭了 2020年的5月29號 那天是我生日 我記得很清楚 那天呢 第二次開庭 張敦涵出庭了 我們當然律師也出庭了 我們第一次出庭的時候 我們到了 張敦涵還沒到 我記得很清楚 我記得那時候法官說 為什麼沒到 那個張敦涵還舉什麼 當時什麼防疫會議 我說你鬼扯 你疫情很嚴重 防疫會議 你可以 你可以 一個小時嗎 對不對 要不然你視訊嗎 好 2020年的5月29號 第二次開庭 張敦涵拿出了一大堆的證據 這些證據是什麼呢 是各國使節在 蔡英文當選總統 2020年的1月11號的時候的賀電 其中還包括了 拜登的賀電 所以我就當著法官的面前 那時候法官是卓玉璇 說 如果要確認這個證據的有效性 我們必須傳拜登 全場哄堂大笑 連法院的法官都忍不住想笑 可是我們從法理的角度來看 我哪裡有講錯 本來就是啊 這個證據的有效性 你要當著傳證人啊 不是這樣嗎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嗎 法者天子所以天下公共也 有什麼好笑 好我們再往下看 接下來啊 到了5月29號 當這個張敦涵拿出大量的 這些所謂的賀電 那當證據 好再來 卓玉璇呢 就問這個張敦涵說 你對這個案子你們自己本身啊 總統府你做一個發言人 你有調查過嗎 卓玉璇法官說 那 你說你調查過啊 就說 你調查過 蔡英文確實是一個 呃 就是 真博士啊 結果 卓玉璇講了一個很關鍵的話 他說既然你調查過 而且你告訴我調查過 那我們只好調查了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你不去做 呃 呃 比方說哈 因為我告他這個加重誹謗嘛 啊 那他可以去做什麼辯護呢 他可以說 哎呀這是我的言論自由嘛 就跟那個很鬧很鬧的陳朝健 跟李靖勇 中選會的主委副主委說 欸 我們講彭P那是我的言論自由 其實張敦涵也可以這樣辯護啊 把他當笑話一則 對因為 總統府發言人可以有言論自由 可以愛講什麼講什麼 可以這樣嗎 結果 張敦涵說 我們其實是調查過 那卓玉璇法官說 那我們也只好進入證據調查 那個當時我還記得全場誇然 好 張敦涵那個臉色變了 好 再來 還有呢 這個卓玉璇法官就說 你拿出來的東西都是銀本 你拿銀本出來就要我相信你 包括他的什麼證書 什麼有的全部是銀本 法官問了一個很關鍵的話 拿出正本很困難嗎 所以我說卓玉璇法官到目前為止 到那個時候為止 他真的中規中矩在辦案 這就是後來為什麼他要被譽音 好 當時的那個庭 張敦涵還講了一個 大家聽了都覺得是笑話的笑話 張敦涵說 總統府新聞稿是我你自己你的 那我們就問說那 蔡英文有同意嗎 有看過嗎 有簽章嗎 他說 我發布新聞稿不需要蔡英文同意 全場誇然 搞了半天總統府發言人 發言的時候是自己高興講什麼 就講什麼 結果 當時 卓玉璇法官 當著所有的庭的面前講了一句話 告訴這個 張敦涵說 你不需要凡事都自己扛喔 因為 一聽就知道 張敦涵在胡說八道 好 接下來 在2020年 卓玉璇法官展開調查 把我提的十個問題 分別問倫敦大學跟倫敦政經學 我們翻成英文 交給法院 結果卓玉璇直到 真的想辦法把這十個問題 送到倫敦大學跟倫敦政經學院 但是 外交部擋下來 外交部說 這個事情要司法互助 對 你鬼扯了 台灣跟英國 根本就沒有 要司法互助 也沒有司法互助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把台灣的 這個法院的文件 直接寄到倫敦大學 他們就必須回覆 不需要透過外交部 所以 吳釗謝在這邊玩了一個 這個 trick 好 在這邊耍 沒關係 以後這些人 都會變成我的被告 一個一個來 就沒想到在開拍以後 我一直NG 我起碼NG超過十次以上 咖到最後一次的時候 就是導演導播 他就說 你知道這個角色 有很多人要演 你知道我當時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 窘迫 這個可以做 但是我們的單 一次大概要抓 十萬個 我說十萬個 我說 我一千個對我來講 都很多 大量的 這個庫存放何學 你就不用坐在家裡了 真的 我想我還要放哪裡放庫存 獲得正經小編一致推崇的台灣網文哈密瓜 吃完忍不住讚嘆很甜 超甜 怎麼那麼甜 清甜多汁 口感軟嫩適中 加上濃郁果香 冷藏後風味絕佳 讓正經小編們吃完讚不絕口 四粒裝只要888元 搭配漂亮的禮盒包裝送禮 每次用兩相宜 去旁邊 就知道 喀喀 賀喀 標黄 去旁邊 可 讓 雪 在 看到 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前院長 現在的英國上議院議員 Anthony Giddens 去處理過的 我們明明就是問倫敦政經學院 結果 外交部就把他弄成倫敦政經學院 然後交給Kevin Hans這些人去包裝 結果呢法務部跟Kevin Hans串政 這個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務經理 Kevin Hans變成我的被告 這個案子我們告了一個半月 在天台中推出了第一次 在香港的位置 用武藝計畫面的 他自己的圖案 他自己的肉質 他自己的圖案 這個立法那麼 這個布局要判斷 當時在調查這些證據的時候 他的公文背後 有蔡宇璇的印章 證明什麼 跟卓宇璇不同庭的後面有一隻操控的手 在審閱這個案子的過程 這麼巧啊 抽籤又抽到這個人 黑手扶上檯面 天底下真的有這麼捷克的事情嗎 這是誰幹的 還用講嗎 台北地方法院的院長黃國中嗎 也是我的被告 以後咱們一件一件事情處理 你放心好了 五年後你都會接到傳票的 再往下看 當時蔡宇璇被我們質疑 我們在節目中大作 說你憑什麼介入審判 而且我們在告發的 我們在這個自訴狀裡面 都有提到這些東西 結果台北地方法院 又悄悄的把蔡宇璇給調走 換了一個法官叫李小芬 木子李怒小芬的小芬 蔡宇璇是菜龜的菜 菜瓜的菜 雨是羽毛的雨 旋是那個很旋的旋 結果呢 這個案子到此為止 你就覺得你看 卓宇璇法官跑去御嬰了 跑來一個背後鈴 蔡宇璇法官接手 被我們笑一笑罵一罵 突然又掉走了 換了一個李小芬法官來接手 那麼李小芬呢 接手之後幹了什麼事 2021年的12月6號 你看這裡我們提告整整兩年多 這個2021年呢就是民國10 我看2021-1911 110年 我被起訴之後 李小芬這個法官 首次開庭 他堅持不調查證據 要一庭來審判終結 又是一個惡法官 而且他突然呢 當庭刊驗2015年的畢業證書 當律師要求送往倫敦政經學院 去做驗證的時候 萬國法律律師事務所的 陳鵬飛跟陳一鳴律師突然改口 他說沒有 我這只是要給你們看一看 不是要給你們看驗的 就這樣 就這樣 這個案子呢 讓我們明明白白的感覺到 法院跟萬國法律事務所跟 蔡英文又在勾結 於是 為了阻止李小芬 給我們突襲結案 我們出了一招 我們的律師就傳 說要傳阿扁總統當證人 因為阿扁總統曾經講過啊 這個2015的畢業證書是喬來的 就阿扁很緊張啊 就在這個 臉書上面在這個媒體上說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要賣給我看通 我當時講的是說 黃國俊跟我講說 是Anthony Giddens呢 去幫他處理的 而不是喬喔 對不對 好現在 事實證明什麼 阿扁講的完全沒有錯 因為2015的那張畢業證書 在二官三的封面上面 明白的寫的什麼 So the certificate for England's high is clearly a fake 講的就是2015的那一個 所謂的畢業證書 假的嘛已經被認證了嘛 好 結果我們的律師就出了一招 就說要傳阿扁當證人 當然他們不會理我 但是我們提告了總統府 公共關係室主任張文嵐 因為這個案子加了一個被告 所以他沒有辦法結案 我們用程序的方式來阻止了 一個黑手的介入 又過了快一年吧 到2023年的11月10號 又換了一個新法官 這個紅 這個李曉芬 可能去演電影了吧 去看去演那個看海的日子 就換人了 換了一個新法官 這個新法官很有趣啊 他開了一次庭 單獨的審理了 總統府的公務事務室主任張文嵐 張文嵐表示說呢 這個張敦涵是一個 總統府發言人士是一個黑機關 這整個新聞稿 是這個黑機關做的 不干我的事 撇得一乾二淨 不過沒關係啊 你去撇得一乾二淨 那2024年的5月9號 就是再過一個禮拜多 這個庭要幹嘛呢 這個庭啊 就是睽違了五年之久 我們2019年年底告張敦涵 到了2024年的5月4年半 才又開庭 這一次呢 張敦涵跟張文嵐要合併一起開準備程序庭 好 這是一個準備程序 那麼 我們會要求視訊 因為這是一個防害名譽的加重誹謗的案子 你不讓我當事人出庭 那你怎麼知道我受的傷害是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告訴乃論的罪嘛 所以你怎麼可以讓我不出庭呢 所以我們會力爭 網路上要出庭 還有 這是一個基本人權的問題 OK 所以我不知道 接下來 反正我們會要求視訊嘛 如果 不准我視訊 那咱們就可以鬧一鬧法庭囉 好 再來 這個案子呢 非得傳蔡英文不可 不傳蔡英文說不過去 因為這整個案子 張敦涵之所以會 防害名譽對我加重誹謗 是因為 她看了蔡英文提供給她的證據 或者是她跟蔡英文開過會 她相信蔡英文是真的 曾博士 當然她想也知道不是嘛 你看總統府發言人每次出來面對記者 那個心虛的樣子 這件事情的源頭不就是蔡英文嗎 所以蔡英文能不當證人嗎 那我就要看看你法官怎麼審理吧 好 還有 我們 在四年前就透過卓裕選法官 要含詢倫敦政經學院跟倫敦大學 結果你們把我們的案子給吃掉了 倫敦政經學院去找了一個惡官配合 倫敦大學沒有問 我們的調查程序一定要走完 另外 卓裕選法官的名言 有兩個 第一個名言是 難道你要我看影本就相信是真的嗎 對不起啊 新接任的法官 每件事情給我照程序走 每個證據給我拿正本出來看驗 如果沒有 我們肯定大鬧法庭 520之後由不得你 不管你台北地方法院換不換院長 或者是背後是誰 顧力熊也好 誰也好 We don't care at all 我們記錄下來 你們所有的惡行惡狀 我們會在全世界跟你討回這個公道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會把惡官三的這本書啊 好好的作為我們攻防的根據 我先把答案告訴你啊 萬國法律事務所也好 張頓漢要回去好好看看惡官三這本書 在法庭上告訴我們惡官三上面這一些 一千封電子郵件全是假的 好不好 請你告訴全世界的人都是假的啊 彭P說的都算都不算 這惡官三這本書本來就是假的 請你告訴他們 好 如果你沒辦法舉證這些電子郵件是假的 那請問你 這電子郵件上明明白白的告訴你 你當庭刊業的唯一一張畢業證書2015年的是 Clearly a fake 請問你英文是什麼意思 沒辦法搞清楚這句話的 沒辦法驗證這句話是假的之前 我勸你最好不要來法庭 你來法庭自取其辱 好 那麼惡官三這裡面有 一千封的電子郵件 有總統府串政的所有證據 還有呢 總統府還勸這個英國倫敦大學說 要不要告一下林環牆賀德芬跟彭文正啊 還在那邊慫恿 結果倫敦政經學院了啊 根本沒在甩你 因為他們知道 你的蔡英文的畢業證書 is clearly a fake 就是明明白白是假的 就這麼簡單 所以 在5月9號跟5月22號 都有精彩的庭 而這些庭 要不傳蔡英文 恐怕很困難吧 要不去寒詢倫敦政經學院 倫敦大學 一個證據一個證據的調查 這是刑事案件呢 你不怕這個法院被拆了嗎 所以我們好好看看520之後 台灣的司法能不能有一點點的反省 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話語 這個經文呢 跟審判有關 在真言的十一章十一節 鬼詐的天平為耶和華所憎悟 公平的法馬為他所喜悅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個愉快的夜晚 咱們明天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